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公布了国防部长人选 结果出乎意料 川普将任命福斯新闻主持人赫格塞斯街掌五角大厦 他拥有普林斯顿与哈佛的学历 曾在阿富汗跟伊拉克服役 也经常在节目中替川普大力背书 是媒体界的挺川大将 但他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官职 能否有效地带领国防部也备受质疑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最新人事任命 跌破各界眼镜 国防部长一职将由福斯媒体人赫格塞斯担任 现年44岁的他 拥有普林斯顿大学跟哈佛学历 曾在阿富汗跟伊拉克服役 目前是福斯与朋友共同主持人 堪称媒体界的挺川大将 川普发布声明称赞赫格塞斯坚强聪明 是美国优先的忠实信仰者 有赫格塞斯的领导 美国的敌人就会注意到 美军将再次伟大 美国永不退缩 川普相当看重赫格塞斯 过去多次接受他的专访 但他曾经在节目中声称 细菌为不足道 字幕已经十年没有洗手 此话一出引发热议 赫格塞斯后来变称 自己只是开玩笑 但接下来整管五角大厦 发言恐怕得小心谨慎 赫格塞斯从未担任政府官职 如今以黑马之资入阁 能否有效带领国防部备受质疑 陈威伦编译 若未经许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